大家好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一 我们继续分析市场的情况 欢迎您为视频点赞 也欢迎您成为本频道的赞助会员 我们先看马斯克的最新的消息 官宣年内两大目标 第一是入轨兴建 第二是推广自动驾驶技术 当地时间周一 也就是今天 全球首富特斯拉CEO 马斯克在挪威参加一场会议时表示 他目前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 SpaceX和自动驾驶技术上 马斯克曾多次向媒体哭诉 他紧张的神经和业务的压力 使他彻夜难眠 身心俱疲 在很多情况下 需要借助药物才能入睡 这是当然的 这所谓的高处不生寒 而且在这样一个多变的一个政治经济环境中 去发展一个传统的制造业 对吧 我指的是制造业的性质 它本身是一个科技公司的 有人说对吧 那他身心俱疲 是挺可爱的一种表述 对吧 在挪威ONS基金会会议上 当马斯克被问及现在什么令他车业难眠时 他说到 我正在专注于两项技术 并尝试在年底前实现 一个是让我们的兴建进入轨道 另一个是让特斯拉汽车能够进行自动驾驶 他补充称 我们应该至少能在美国广泛发行自动驾驶技术 在欧洲也有一定可能性 但要取决于当地监管部门的批准 我感谢挪威人对电动车 对可持续交通的支持 我爱挪威 这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马斯克对电动汽车的未来很有信心 他认为到2030年 将有几乎一半的汽车是电动车 到2035年 80%的新车将是电动车 他还指出 世界上并不缺制造电池的原材料 关于特斯拉新工厂 马斯克预计今年晚些时候 能够宣布新汽车工厂的选址 此前有消息称 特斯拉已经开始游说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 安大略省政府 极有可能落户该地 马斯克还在讲话中提到为了维系文明 在开发可持续能源的同时 必须继续开采石油和天然气 以及发展核电 他指出像可持续能源的过渡 还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 另外同样是为了维系文明 马斯克再次表达了对人口出生率感到的担忧 他强调人们应该抚养足够多的婴儿 婴儿危机是一件大事 今年年内马斯克频频谈及人口问题 日本美国意大利等国均被点名 好 关于造娃这件事 马斯克再想办法去多贡献一些 另外关于能源 我们今天盘前也提到了这一点 说当前的石油天然气 向新能源过渡 还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 你看他这个几十年他心里有数 就表明和新能源电动汽车的节奏基本一致 也和我们的传统化石能源 退出历史舞台有关 那么关于核电方面 我是认为当前的石油和天然气 价格都处于历史高位 同时煤炭也是处在相对高的一个价位 特别是俄乌冲突 包括当前的整个的一个世界格局 导致对煤炭的需求量激升 使得煤炭的价格大幅上涨 因此把核电搞一搞 也是有必要的 去缓解一下传统化石能源的一个价格上涨的压力 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他说的对 关于人口问题 我是觉得没啥可说的 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 必然要走向另外一面的一个 这叫什么必然 必然要走向另外一面 就是人太多了 要让人少的方向去发展 好 我们就说这么多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大盘的表现 今天的行情在盘前的判断 基本是符合盘前的判断 标普白指数是下跌了0.7%左右 我们看到国质期货 是形成一根十字星线 是一根跳空向下的一根黑线 这里有个跳空向下的一个表现 所以全天是收跌了0.7%左右 那由于日线齐别的MCD 还是一个死差 因此我们还没有说去做一个多头 那么当前多头是看到强劲的一个下杂 感觉力不从心 不敢贸然的去做一个左侧的度 所以多头适当的观望一下是比较好的 多头也可以等待我们的下跌趋势的 一个明显的右侧止跌点位的时候 我们再讨论能否去做一个可能的波段的一个多头 那现在还处在震荡下行的一个走势中 而且呢 MCD也没有完全明显的一个收口的迹象 所以呢 先看短期的一个震荡下行的一个走势 直到他去给出一个明显的 多头的一些信号的时候 我们再自然会说出来的 自然会去考虑的 那么纳萨克指数呢 今天下跌了1%左右啊 1.07% 我们看到全天也是微微的震荡 比方多空双方呢 在今天的分歧还是比较大 特别是多头呢 并没有显现出特别强劲的力道啊 能够匹敌左侧阴线 这根大阴线的一个力道 因此呢 啊 贸然的去看强度 在今天是不合适的啊 那么多头呢 应该继续观察下一个交易日的一个表现 我们也是在这里画出了一个局部的下跌趋势线 去跟进一下 以免错过最后的右侧点位啊 注意 我们啊 在熊市中或者是不确定的行情中啊 去做一个多头波段的时候 尽量等待右侧点位会好一些哈 好 这是搭盘的一个基本的表现 好 我们看一下啊 原油的表现 那么今天的原油呢 在日线图上是收涨了4.14% 价格又将近97块钱了啊 现在是96块9毛1 我们看到今天的日线的阳线非常的强势 那这样的话呢 市场呢 应该有希望啊 继续震荡上行 走一丢丢哈 走一丢丢 我们不妨把这个阻力线啊 就直接弄下来 跟着就可以了 对吧 我们看一下4小时图 我们今天啊 录制节目的时候呢 是希望给出止跌K线的感觉 那很显然啊 他在倒是第三根K线啊 我们是在倒是第四根K线左右的时候录的啊 那倒是第三根K线稍稍回落之后呢 就继续选择了上行 这样的一个上行表面多头啊 还是有一定的力度的啊 所以不能贸然的去看强空啊 那对于能源指数呢 待会我们会提哈 那对于啊 这个原油的一个上涨呢 或者说拒绝短期的一些拒绝下跌呢 我是认为啊 短期我们的通胀压力还是较大的 对吧 因此加息的预期可以继续预期啊 那如果在下次加息之前 这个通胀呢 还是跟原来差不多 那我是觉得维持75个基点的加息的概率呢 将会被提升 现在通胀 上个月的通胀还是在8点多呢 美国8%多 那下个月能 只要维持在8点多以上 我是觉得 就是说下次啊 披露这个CPI的时候 如果还是8点多或者7点多 我觉得加 75个基点的概率还是蛮高的哈 你看这原油又弄上去了哈 所以后续会下还是上的 还不清楚啊 短线范围的应该继续看往上走 好 这个是原油 我们看一下天然气 那么今天的天然气呢 是微跌0.16%啊 但是今天这个RK线呢 实际上是往上走了一波 让往下走 我们的策略维持不变 在31一带作为第一次减腾位的一个破位的点位 现在还没有完全破位 但是我们看到下方的MSD啊 有点形成死叉的状态啊 所以多头要注意这一点就可以了 好 好 我们看一下黄金 今天的黄金呢 在日线图上是一个十字星K线啊 微涨百分之零点零二 主要是黄啊 主要是这个美元呢 今天也是震荡了一下 那么美元今天盘前呢 也是涨了一丢丢 但是全天收盘的是一根十字星线 表明啊 在今天亚洲欧洲交易手段创了一个新高之后啊 就是突破又回落了 对吧 那么我们看下一个交易手段是怎样的 好吧 那么对于黄金来说呢 也是如此啊 今天也是微微的波动了一下 我们看到他跌到了这个下跌趋势线之后呢 给出了一定的反弹 对吧 但是下方MCD还是一个死长 因此呢 看强多的这个思路呢 还暂时没有给出 我们同时在日线图上加了一个局部的下跌小趋势线 说呢尽量等待右侧点位的时候再去考虑做多 是吧 我们看一下思想试图 嗯 谈了一下 停论 尽量等待再给右侧点位的时候再去做多会好一点 好吧 我们是希望去 怎么说呢 我们今天盘前表达了担忧啊 就是持续下跌 你去追空的话也不是很好 对吧 你去做多的话 尽量等待一个右侧点位去做会好一点 好 这就是黄金的一个状态 好 我们继续看一下今天市场的一个整体的表现 大概看一眼 那么今天的市场下跌的股票数量还是远多于上涨的股票数量的 下跌了8169只上涨只有3484只 那么大盘指数方面也是空头略微的胜出哈 表明今天确实是一个有点小偏空的一种感觉啊 但是空的一个力度呢肯定不像周五那一天更强 是吧 那么今天领长的行业板块有油 在前教育 还有大马股 腾讯啊 石油天然气啊 这些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行业啊 大马股以及中概股 油以及天然气 石油和天然气以及油 就是马斯克所提到的这些领域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些重要的标的啊 具体的标的 我们先把这个中概股的拼得多看一下 那关于中概股的一个争议呢 主要还是中美之间的博弈的问题 那我们之前表达的一个担忧呢 都是一些相对中长线的一些担忧啊 那我们对于短线范围内还是要看一些技术面 那对于拼得多来说 他确实给出了这样的一个反弹 对不对 那今天上涨了百分之十七 十四点七 这样的话又到了一个重要的阻力位了哈 所以多头要注意了 好吗 这个位置是一个重要的阻力位了 就OK了啊 注意我们应该画一个局部的啊 多头小趋势线 跟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再跌破 此轮的多头就结束了 不要再去追高了 好 这是拼得多 由 UEC啊 这个图呢 我们之前在这个位置给过一个抄底啊 但是呢 他抄完之后呢 他走出了一个测试近期 波段小高点的一个回路啊 测试了这个高点之后呢 回路 然后再测试 那么今天又收涨14.03% 我看到今天这根黑线还是过强啊 所以我是觉得 接下来测试 再落啊 落 没有创新低 是吧 再突破 再落 落了两根小音线啊 那么今天又有大洋线 我觉得下一个交易日 有可能往上走一波哈 好 这就是油 说油重要吗 重要吗 马斯克都说了哈 你看 马斯克对于 呃 人口 有担忧哈 对于能源 有想法 对吧 对于科技的一些规划 主要是汽车和SpaceX 所谓的星舰不就是星球大战里面 那些飘在空中的那些舰船 舰船吗 是吧 就是在太空舰 是吧 太空母舰啊 太空母舰 那在海里叫航空母舰啊 那飘在空中的也是 其实也是太空母舰了 对吧 把那个弄出来也挺好的 那届时呢 这个中国这边也要紧跟呢 把这个母舰也弄出来啊 好 开玩笑啊 那我估计飘在空中呢 就是太阳能混合动力吧 核电都有可能啊 核能 太阳能 啊 那对他来说 我是觉得看到这样的一个技术 呃 博弈的一个强入关系之后 我是觉得接下来上行的概率还是有的啊 现在是44 接下来呢 可能去测试一下6 到6块6一带这个阻力区哈 嗯 好 这是油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半导体SO 啊 半导体做空ETF哈 那这个图呢 符合我们的预期哈 稍稍给出了一点点停顿啊 随后呢 收涨了5.88% 那接下来呢 应该继续往上 看的概率会越高一些 嗯 LABD呢 做空生物指数呢 也是如也是同样的一个技术位哈 继续往上看的概率会略高哈 我们看一下腰股AMC的表现 啊 AMC呢 在经历了一连串的一个暴跌之后啊 因为他的习惯就是这样啊 跌一波 洗一下 涨一波 然后 啊 就是吧 涨一波 然后跌一波哈 你看 这一波呢 呃 你 敢不敢去做多呢 有人说 有人说敢 有人说不敢啊 我是觉得不爱 不是特别敢啊 但是今天却是收出了阳线哈 但是下方MCD 还是一个比较强劲的开口的死叉 那我估计呢 要在这里时间洗一下盘哈 如果他真的有意图去往上走的话 应该先洗一下盘 好吗 毕竟今天是第一根阳线 对吧 这一波下跌 所以多头要注意啊 等于要再稍微等一下会好一点 FNJD呢 那对于科技类的 呃 我们也是看到啊 有上行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好吧 继续往上看 嗯 SQQ啊 也是如此啊 三倍做空 也是OK啊 嗯 对于原有领域 我们说什么来着 OXY表达了什么意图 就是他创立了一个新的一个波峰 高点 对吧 更高的高点 那这样的话 暂时还不能看空的吧 对不对 还不能看空啊 因为今天是收阳线 对吧 创了新高之后收阳线 我们只能说呢 新的一轮的波段化 要要要注意了 对不对 新的一轮的波段的波段化处理 可能要开始注意起来了 但是还没有给出强劲的破位 对不对 破什么位 破这个多头就是线的 对吧 啊 那即便是破位之后 我们后续也要看啊 它是不是一个空头大行情 还是仅仅是一个多头不断的一个回撤 对不对 对手XY 那对于能源指数来说 我们的思路呢 要继续画上看吧 我们上次画的多头 其实像还是有效的吧 对不对 好 这是XY 应该继续画上看啊 还没有破位呢 没有破位 不能猜顶 我们都忘了吧 猜顶是不能轻易的去猜的啊 你看那个原油 天然气都在高位 还有核 核能是吧 太阳能什么的 都有可能走出 继续走一走啊 当然他破位啊 破位我们就开始要注意了 对吧 没破位呢 现在还 破什么呢 短线趋势线啊 多头趋势线的一个向下破位 还没有出现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特斯拉的对手 Reven Reven呢 今天比较弱势的给出了0.62 还不行 我们啊 对他的一个跟进呢 应该加一个工具啊 加一个趋势线 跟一下 因为啊 他低点是在这儿是吧 先画一个趋势线吧 行吧 那多头趋势线呢 已经有点破位了 对吧 我们上次的波段话处理 是上到这个趋势线来的 注意我们波段话处理 是非常关键的啊 否则你就白干了 好不容易抓了一波 又又又吐回去了 利润 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SQM 李矿 李矿目前还没有完全啊 跌出很多啊 我们说102一带可以作为你的减仓位 如果你已经减过一部分仓位 再拿一下啊 对吧 看一下 因为今天又收羊了啊 V涨0.7% 所以每一天收线是比较重要啊 怎么说呢 这是一个不是一个特别精细的一个活动啊 我是觉得啊 卖的时候没有特别的惊喜啊 除非你一下都卖了 好 我们看一个呃 这个我们把这个coin看一下 coin今天是VDA 百分之呃 0.60我们的下跌许线还是有效 应该继续等待右侧的点位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一下迪士尼 对于传统的行业呢 目前还没有给出强势的一个走法 因此呢 上一个不断结束之后呢 多头应该暂时离场等待新的一轮的回撤啊 下方日线图还是mcd的一个死差 这个迪士尼啊 还是死差 因此这个洗盘还没有结束 我们看一下科技股的谷歌 那谷歌呢 也是强势的一个下行啊 也就是说近期呢 还是处在一个相对震荡的一个环境中 那接下来我们需要关注的是 他对于下边沿的一个跌破的一个情况 那届时也是我们对大盘的一个关注啊 能不能跌破支撑区 走出一个新的空头的波段 对吧 这就是谷歌 接下来要观察的 那现在很显然还没有多头的迹象 mcd也是一个强劲的死差开口 所以现在啊 就强硬的去看多 我是觉得有点早啊 有点早 我们简单看一下推特的一个走势 推特的近期 往上拉升了一波呢 也是随着大盘下行啊 那多头呢 或者说啊 大家可以画一个空头曲线 跟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特斯拉啊 今天特斯拉呢 是微微的下跌百分之 一点一次啊 那实际上呢 我们上次删着收敛三点形的形态去看的哈 那理论上呢 还有一种画法呢 就是画一个横线是吧 也就所谓的支撑区 那下方mcd也是一个死差 你说怎么看 那最谨慎的看法呢 就是先看一个震荡或者是一个无序震荡的一个洗盘行情 是吧 那如果一直垂直跌呢 那那也是有可能啊 因为洗盘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垂直下跌 对吧 现在是一个洗盘的一个状态 好吧 现在还不能贸然的看强度啊 对吧 一般懂一点点这个技术指标的都应该知道啊 不一定跌这么深 也不也不一定不跌这么深哈 因为我们对洗盘的一个预测呢 不会那么的准确啊 它是什么形态 谁也猜不准 我们看一下qs qs也是一个下落啊 那么上一波就是在这走了一下 跌过之后呢 也应该加一个 下跌缺线 看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tdoc tdoc也是在下落啊 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我们随机看这些主要的一些标的啊 今天都是继续回录啊 因此呢 还不构成抄底的一个条件 我们看一下afm 对吧 afm上次我们说先看一个abc 但是你看这个b浪 很显然还没有结束啊 因为今天又是下跌了2.36%啊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反弹也好 或者是继续下跌也好 都是有可能啊 现在很显然没有进入到多头的实力范围 对不对 下跌缺线画好之后 你就非常明白他在干嘛 还没有进入到多头的安全区域啊 好 我们先这样啊 说市场会怎样 我们就一步一步的跟进吧 好 我们啊 这个明天盘前继续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